新闻音乐总会 好朋友 油电双掌带动了物价上涨 所以马总统说长痛不如短痛 面对了民怨 他就带着钢盔往前冲 严犹在耳 可是现在我们的电价要还涨了 这个幕后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 我们需要追踪一下 可是今天我想 大概这则新闻一曝光的话 真的蛮让大家惊讶的 就是我们的前外交部长 陈建仁被控说性侵 这实在是一个蛮严厉的一个指控 所以这到底怎么样的一回事 我们先来看一下报道 前外交部长陈建仁卷入性侵风暴 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居 指控遭到陈建仁性侵 陈建仁虽然不愿现身 但接受电话访问 忍不住吐苦水 两人确实已经认识一段时间 我们的律师表示陈建仁长期被女邻居骚扰 高到警局才被反控性侵 两人各职一词 陈建仁卷入逃色风暴 要靠司法证明清白 所以到底是一种骚扰还是性侵呢 所以这里面 现在双方真的是各说各话 我们来访问一下 在线上我们访问的是 陈建仁部长他的律师是柯军众 柯律师 柯律师您在线上吗 我在线上 柯律师你好 所以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说 这个是一个疯狂女邻居的 一个骚扰行动吗 你这个定义下的非常好 我没有下定义 我只是先问你 你要解释给我们听 是不是如此 是这样子了 陈建仁退休以后 搬到他这个新的社区 陈建仁的一项 一项这种文文尔雅 一项这样子的一个外交官的礼仪 当然他对于邻居之间的嘘寒问暖 他是不会去拒绝人家的 可是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这位女士越来越对他有好感 这个女士一知的表明 要当陈建仁跟陈夫人的女儿 所以陈夫人也认得他 认得 他也去拜访过陈夫人 那当然你说要当家女儿 也叫人家同意 那可是他这样子 他没办法达到的时候 他就一再的骚扰 电话骚扰 跟踪 甚至他打电话给陈仙 这些不相干的友人 诉苦等等 因为这样子 我们在17号 就是4月17号 我们有先到警察局去备案的 我们请求那个警局协助我们 避免被骚扰 就没想到过几天 他就翻空 就说OK 说陈仙 请他 所以你们4月17号 就已经先去备案 那个时候陈仙 陈部长就已经找了 找了律师 就找了您了 这整件事情 他其实是心里有准备 是可能要在法律上来做解决的 他是这样子的准备 因为已经被骚扰到 已经是一个 没有办法忍受 到达就是身心 身心上受煎熬的那种地步了 那就是 那他们两个人之间 是一个感情纠纷吗 有没有 他们两个之间就是一个邻居 然后呢 女方这边 我想大概就是一厢情愿的 想要亲近他们 然后又觉得他们对人很 很有礼貌很好 所以 他又觉得说应该跟他们 社区里面难得来一位 难得来一位这么斯文的一对夫妻 是不是 所以这位叫做C小姐吧 C小姐她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 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我跟她背谈过 我跟她背谈过 可是我不知道她的背景 连部长也不知道她的背景 真的就是部长太单纯了 他竟然去没有去了解人家的背景 可是部长也确实有跟她一起出去吃饭啦什么的 我想但是这个就是我提到的那个礼貌 有时候有时候因为他们住在山上 可能就是上下山的时候 有这个礼貌上的接送一下 接送 对 这个可能就是 这个我想这个大概就是部长做错事情的开始 所以你也觉得部长这个是做错的 让他有一个错觉是不是 他的本意应该是说 OK 这是一个利益 可是被人家误会了吧 这种接送是经常性的 还是偶尔 不多不多不多 吃饭也是经常性的还是偶尔 不多 很少 很少 所以让对方认为说 这是一种约会 每个人的脑筋里面想什么 真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们这样看起来就是 女帮这边太一厢情愿了 太一厢情愿了 等到后来他真正被拒绝了 他就制造一个所谓的性侵的 这样子的一个指控出来 克里斯我怎么能请教你一下 你说 我是刘一红 我请教你一下 那个这个女士 有没有部长加了钥匙呢 她可以自由进去 不可能不可能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他们两个的到底有没有 发生过超友谊的关系 据我所知道 据我所知道是没有 可是你问我 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部长告诉你没有对不对 没有 那他在警局上讲有吗是不是 他在警局说有 谁说的 他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会构成性侵 没有没有这种案件 您是直升的媒体人 一定要移送的 现在性侵案件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移送的 只要是女方提出来的 不管男方女方 现在性侵的被害人 有可能男生 有可能女生 所以就律师您知道说 这位女士她没有任何的证据在警察局 在警方提出来 没有任何证据 而且报案是部长 已经先报案说 这个有被骚扰 已经被案了骚扰 然后后来他来控说 这是一个性侵案 他反过来说部长性侵 这样子 这个克律师 那个部长是什么时候找你的 这个对这件事情 他是4月17号你们去备案吗 那他是主动 之前 之前多久呢 他觉得他被这位女性骚扰的时候 他就找我了 他有跟你把第一天认识的情况 一直到4月17号都告诉你 你都有询问 我大约都知道 那他为什么会认识 会变成 我刚才就讲说 这个就是邻居 邻居 我们也有很多邻居 女性在主动嘛 就是这位小姐主动 这个小姐直接到 陈部长家里 因为您刚才说 他跟他太太也认识嘛 是他主动去他们家拜访 就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可以 搞到错终复杂的关系 是他主动到陈家拜访 还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过程已经变成不是那么重要了 现在既然陈先生被告信心 我们就focus在这部分 还他的心态这样 我来举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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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个发展 为什么你们可能不了解 知名人物跟弱势的人 女子 大部分都吃亏 有一个副教授 他被他的女学生指控性侵 然后后来就是完全 检方完全采用那个学生的说法 因为他是相对弱势嘛 后来还起诉了 后来那个副教授很年轻 后来受不了自杀 死了以后再把录音带掉出来 一听 里面很多矛盾的地方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就整个的检查的过程里面 是财性 弱势的 或者是弱势的 就是你是一个知名人士的话 反而在这种事情里面 会变成比较 相对强势的人 对对 就会反而会有更多的质疑 柯律师 像我们今天看新闻 我觉得到我听到你讲 其实整个处理过程当中 对陈部长已经是非常不利了 就到现在为止 所以你说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这个过程是非常重要 柯律师 是 你可以听到我声音嘛 我唐湘龙 因为当然在我看 今天早上看看这整个新闻的时候 那我觉得 我觉得里面可疑之处甚多了 再加上因为陈部长 其实我们过去跑新闻也都 就认识 当然对他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的认识跟信赖感 但是确实新闻当中 有一些模糊的部分 感觉上面 媒体的报道内容 好像反而比较倾向于 采信的女方的 这种片面的讲法 这对部长是不利的 那因为当然现在的性侵案 以台湾目前的社会风气来讲 只要有一个女生出来 指控另外一个男生 他只要一口咬定说 这个男生强暴我 其实那个案子 几乎是铁铁定会 要移送的 但是他总是要讲一个 故事嘛 就这女生总是讲个故事 就是说 陈建仁是在一个 怎么样的场合当中 怎么样对我施暴的 那以你们对 就在移送的过程当中说 你们所了解的案情 这个女方是如何去 指控陈建仁 描述这个故事 这整个过程他是如何描述 就这个新兴的这个部分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新兴的部分 现在已经到实力地坚属去了 那我只能讲说 我们只能让看这个 让证据去说话 因为我看到的所有的 女方所谓的证据 统统不存在 然后统统跟事实不符合 您可不可以举一两个 市政 比方说 比方说 他说某年某月某日 这个陈建仁信心他 讲那个时间 其实那个时间 陈建仁有不在同的证明 他有没有提出证据里面 他们提到说 譬如说他有掌握到 比如说陈建仁的提议 或者说卫生纸 毛毛毛毛毛毛毛法 或者验伤单 有没有这些方面的东西 都没有 所以我知道统统没有 所以我所知道统统没有 但是律师 所以如果这样看 就是说 陈部长那时候 是一个单纯邻居的 一个礼貌性的一个往来 但是他去 有接送过这位女士 那么也有跟他一起去吃锅饭 另外这位女士 这个事情我们要保留 很可能就是 就是接送的路程里面 好像就是买个便当 不是什么烛光晚会 就是买个便当这样子而已 但是两个人是单纯的 是单纯的 没有城市人在旁边的 是 所以就是我刚才就讲说 是有接送 那么也有一起吃个饭 或者是说到家里面来做个课 聊聊天 这个都有 这几个部分都有 我如果这个整个归纳一下 柯律师 你的说法就是说 其实陈部长绝对没有性侵 两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 所以部长也只是一个礼貌性的 一个往来 被对方误解 而变成疯狂的一个骚扰 疯狂的骚扰 所以到现在 基本上就是 你们也先去备案 然后这个女子呢 因为你们去备了案 她 结果她提出来的叫性侵 性侵 所以她没有任何的证据 证明了 或者是拿到任何的东西 证明说 陈部长曾经做过这个事 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些的 结论都是 您刚刚告诉我们的 正确的 都是完全的 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没有了 谢谢你们的关心 好 非常谢谢 谢谢柯律师 谢谢 谢谢 好我们刚才在线上访问的就是 这是被这个 女的邻居 指控为性侵的 前外交部的部长 也是我们前任的驻美代表 而且是我们前任的驻欧盟的代表 她在我们的外交界的资历 实在是非常的资深 她是陈建仁 陈部长 那刚才跟柯律师做了访问 他把这整件的事情 都做了一个说明 我想我们待会回来呢 大家再来做讨论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这是Tony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正在录影的同时 也在拍摄照片 HTC-1 Tony Mac热力推荐 搭配远传哈拉标网包 手机只要4990元起 恋爱是青春的极短片 健若乳酸饮料 坦朵拉红酒 祝天下的妈妈 美丽 幸福 长久 坦朵拉红酒 祝天下的妈妈 美丽 幸福 长久 租房子 就当七七七网站 想找好房子 租金好便宜 想住我隔壁 想租 就当七七七 好鸡蛋的养成 不简单 千挑万选 最后得洗个澡 水温很重要 再通过十二关的挑战 才能拿到身份证 证明是最好的AA级鸡蛋 我来自食安牧场 我们提供最好的AA级鸡蛋 在麦当劳就吃得到 咱们注意 上七七七灯网告 真有效 看到标准 还能同步曝光到脸书哦 快上七七七灯网告 恋爱是青春的极短片 建议乳酸饮料 这个身影来自台湾 它的名字就是 宏家腾 宏家腾机身 重新启动你的世界 518人力银行 找人又快又便宜 企业真材 现在买再送一个月 找人每个月只要1300 快上网搜寻518 哥哥 记得打电话 妈 我会了 小朋友 要排队哦 不好意思哦 大家久等了 我们准备营业咯 欢迎光临台帽 新台帽越来越好 台帽庆祝午清节 全管满五千送五百 想追我 省省吧 省油钱 省税金 这么省 可以追了吧 爱上聪明亲生活 Emoving 电气二轮车 来电新登场 TVBS 56频道 为你量身打造 创富金三角 看我王慧文 掌握财经新闻 看我黄飞鱼 剖析财经趋势 看我林婉婷 教你理财秘迹 每天五小时 创富金三角 帮你开创 理财新视角 TVBS 财经新闻 欢迎回来 新闻一种 会在品商来座会 我想这个 今天其实 陈建仁前部长 他的一个 被控性侵的事情 其实真的 我觉得很多人 都看到以后 很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那这件事情 从媒体的一个报道上面 因为几乎都采用 女方的说辞 所以更显得 陈部长在这个上面 她的一个说法 似乎并没有被呈现 那刚才我们访问了 陈建仁部长的律师 那么他把大概的一个情况 跟大家做了说明 我们再回头去看一下 这个女士 她的一个指控 到底是什么 这位C女 说有人性侵我 她是讲说 因为陈部长的太太 常常不在国内 所以她去成家 照料她的生活 起居 所以在去年8月份 两人首次出游 没有想到 就被斯文的城 给性侵了 事后我要结束关系 可是她威胁 公布我的裸照 又让我身败名裂 我就只好配合 性侵的时间 长达8个月 然后想说 城虚索无度 而且要求用变态的方式 满足信誉 让我觉得很恶心 事后她会把证据处理掉 在今年的4月7号 他们一起到吉野家用餐 回城 回到了城的住处 她再被性侵 身心崩溃 她现在才报了警 所以这个是 她在自由时报里面 所登载的 有关于这位C小姐 她的一个说辞 作为先请教一下老大 你最有经验 不是 就是你最有办案的经验 看过最多 这样子的case 这个话讲的话 这个话 我有补救 我以为她说 这个话确实话 听起来确实话中有话 我对性侵害案件 是有研究的 因为跑社会新闻 跑社会新闻 不了解性侵 那怎么跑 跑社会新闻呢 但是我就觉得 这种案子是很奇怪的 性侵了八个月 都没有报警 等到 等到那个 陈部长去检查备案 说希望 他不要骚扰他 他才把这个 性侵的事情抖出来 我觉得 他们即使 那律师长没有 但是我不太相信 即使他们有超友谊的 关系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 两厢前院的事情 那可能 那个陈部长 他觉得 不妥了 后来发觉 跟他交往 没什么意思 他想离开了 那个女的就说 你离开我的话 我要告你性侵 因为你是个名人 我可以毁掉你这样子吗 很多以前 有很多男女朋友 那要分手的话 有女的是 危险男的 女要分手的 要甩掉我 我就告你性侵 老大 那你后来去了解 这位女士 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位女士 其实很多人 不了解她的背景 那办案的单位 也不愿意去 多了解她的背景 但是我所知道的人 大概他们50岁上下 那大概就是 已经退休了 大概离婚了 有个女儿 那我有问 这个女儿 到底长得漂亮不漂亮 因为 如果会让那个 陈部长看上眼的人 因为那外交官 什么人没见过 应该要有几分姿色 但是有人告诉我说 普通年一般般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但是不怎么样 为什么 但是不能用刘一红的标准 不能用刘老大的眼光 刘一红是吃片三针海 海味的 他的标准是 是不能够当作一般人的标准 你这个诱化 终于诱化 对对对 不是你看到他 看完这样的一个说词 有没有觉得 他这个说词里面有一些 满 疑云重重 有没有 大家看到 有一点 我所了解的是说 他在去检察局的时候 他有提出一些证据 那检察也有列为查法 否则的话 假如说 根本就是 只需乌有的事 不会移送的 女方的说法 有没有一点 值得讨论之处 就是说 就是说诚要 公布他的裸照 让他身败名裂 可是我们觉得 这两个人谁是 这对事情公布 会身败名裂 应该是 承建人 而不是那个女的 是啊 所以他觉得 让他自己身败名裂 就是我只好配合 所以这一句话 就变得说 这个的逻辑性 是已经有问题了 那一配合 就配合了八个月 可是前面也都没有崩溃 但是突然在这一天就 到吉野家用餐完了以后 就崩溃了 就是 就是中尊有一些的不解 对 他中间有种地方 连结不起来 比如说 他说第一点是 陈七长不在国内 所以去陈家 照料他的生活 起居 那这样代表说 他跟他单独相处的时间 是很多的 那为什么要等到 首次出游 才被性侵 你去他家两个人相处 干嘛要出游 对 出游才 才性侵 这不合逻辑 再来 如果长达八个月的话 我们都知道 要收集 陈建仁的任何的身上的东西 都是可以收集到的 就只要你长达八个月的配合的话 你要踩到他的任何的 跟DNA有关的事 会把证据处理掉 其实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全部处理掉 真的要收集的话是 太容易收集了 所以如果真的有的话 不要想八个月啊 两三次 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到了 嗯 所以这里面是 所以这里面是 有点说不通的地方 所以他会说 把证据处理掉 那代表他手上的资料 应该不多啦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也有一种可能 他手上真的有证据 嗯 那这个 陈建仁先生 你就自己要注意了 你要知道讲到 吉野家那一段 那他讲的是四月七号 这位西小姐 然后呢 嗯 吉野家 内户吉野家 也承认有这个监视器 那四月七号 是礼拜六 是礼拜六 所以 嗯 礼拜六都 又退休的人 会 会到一个地方 去吃吉野家 而且 陈部长也承认 他们在里面用餐过 那 可是刚才柯律师是说 可能是买便当 就是说 他有好几个案子 就是说 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之下 我就蛮难过 老实讲 我们都跟陈部长很熟 你要问我 我百分百 这个公开敢讲 我不相信 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绝不相信 但是这是一次危机处理了 那这个 就是说你 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新闻 一直到刚刚 我真的还蛮难过 就是说 一个这么优秀的一个外交官 他可以处理国际大事 你知道我们中美断交的时候 中 那台湾关系法 都在这几个人手上搞的 陈建仁 前傅 这个李大为 冯基台这些人 这个包括 驻美的 他现在在捍卫的是 他一生的亲密 而且他们就做出一副 褪毙的样子 这个所以是一定要 如果不是这个 如果 力争到底 那主持人 如果说他一直褪毙 他对这件事情 他不愿意合盘拖出 那 那就到底怎么回事 我真的是用普通的话 就是 就是你把事情说清楚 怎么会两个人变成 可以 你接我 下山 我接你上山 还吃个吉野家 用我普通的 我都很少去跟男生 单独去吃吉野家 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觉得说吃个吉野家 实在不算是个 这不浪漫 一点都不浪漫 男生在吃个快餐店 不不不不 刚才讲说 如果还陈部长清白的话 对他会构成伤害 我不认为了 我觉得 清白就会清白 当然要有清白 清白的话 是他已经受这么多折磨了 如果 清白 还他清白 我是很配合成真人的 七十几岁 还有粉丝 一辈子照顾他 对 你有没有觉得很羡慕 我完全中有心 对 那一位是有 我不是要讲 这个西小姐是 不正常或是疯子 但是 我相信是会有 这种女性的存在 男性也会有 我们小时候 都还会碰到说 男生追求你 每天跟踪你的 对不对 那当然 这种女性是存在的 都会有一些 对 这样问题就是说 如果4月7号到吉野家 一起用餐是真的的话 那陈建仁先生就要很小心 为什么 你如果已经说 认为长期以来 就是认为他怪怪的 对 你怎么4月7号还跟他去用餐 对 如果我觉得 觉得这个人怪怪了 我觉得尽量想办法 不要跟他单独再相处了 对啊 因为他这个 如果这是真的 对已经在骚扰了 觉得这个人很怪 就早要早 赶快切掉了 因为4月7号到4月17号去备案 其实中间只剩10天了 那这时间 前面已经发展了 应该是已经有成功的事情了 对 交往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觉得 湘龙是 湘龙应该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政治角度是很有很有趣的 不是只有自由时报灯 可是自由时报的处理的方式 对陈建仁有比较明显的立场上面的判断 甚至恶意 那我不太懂 就是说其实 陈建仁如果从台湾的蓝绿政治的角度来讲 蓝军是不信任他的 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刻 2000年之后的时候 他几乎把他最后的政治生命都燃烧给绿营了 他是担任绿营的第一任的驻美代表 在绿营的涉外关系 特别驻美关系 几乎是 几乎是找不到人的情况下面 陈建仁是一间承担了 担任了绿营第一任的驻美代表 一做做四年 你知道在蓝军里面多少外交系统的人 是对陈建仁很有意见的 是看不起你的 所以看不起并不是对他的人格 而是说 以我们的政治信仰跟政治历练来讲 你怎么会去帮陈水扁 而且到了2002年之后 陈水扁的那样一个独派的信仰 已经是完全在台湾上面了 你还能够做中华民国的驻美代表 你还能够帮民进党 帮陈水扁去做这件事情 之后还当任驻欧代表 所以其实蓝营根本不会把陈建仁 当蓝的 之后的选举 中华的政治事务 你什么时候看到过 成陈建仁的影子 没有 但是今天 自由时报在修理这个人的时候 真的是用修理的方式 完全把他当作是一个蓝军政治人物 在修理 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会让很多 蓝皮绿骨或者绿皮 蓝骨人当作是一个很好的警戒 你千万不要以为说 你跟谁靠拢了之后 那个人对你的看法会有改变 真的在修理你的时候 搞不清这种状况啊 这件事情 刚刚大家说 虽然是持平而论 但是其实我的心情跟寇寇一样 因为我们认得陈部长 是认得了很久了 所以 所以他会 会今天发这种新闻出来 我们其实基本上心里面 其实根本就是 不会相信 但是这件事情 但是到最后一定要用司法 来做一个解决 然后 我也觉得老大讲的是对的 只要司法能够清清楚楚 把它给 全部讲得清清楚楚 那陈部长的清白 是有机会 是可以的 我认为检察官 这个案子 不起诉的 不起诉的可能性很高 对 但是不起诉之外 我觉得因为他特别 照理这么讲 你是被性侵了八个多 十八个月 人道歉了 就算不起诉 但是我觉得 在不起诉当中要清清楚楚的把这件事情 把事情弄清楚 对一定要讲清楚 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有可能还 成部长清白 对不对 如果还是说 只是因为罪证不足 所以不起诉 后面就有无穷无尽的尾巴会出现 我觉得这个 我们的检察官通常喜欢就是这样的事 尤其对他们这种 一辈子在这个事情上 已经七十几岁 在这个事情上 如果出现了最后的问题的话 好我想这个是 你现在越来越内行了 最后最后一定是最正不足不起诉 因为各说各说各话嘛 除非你提出来很强的证据 就算你提出来有什么提议啦 什么东西的话 你也不见得你不是两个 你情我愿的 对对对 你情我愿的就不构成心虚了嘛 不管怎么样 其实在这种事情上面 会这个身败名裂的 恐怕不会是 不会是女方或者是弱势者 一定是已经有名望在社会上的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真的要慎重处理呀 慎重处理 确实也是要尽慎啦 真的要 好我们待会回来来看一下 这个店价要还涨了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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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回台湾大赐 微笑的幸福 清晰传给对方 每一句话都是思念 世华播009好优惠 美 家 大陆 香港 澳门 最低每分钟1.2元 宁可申办009 019快乐奖方案 中华电信 TVBS 56频道 为你量身打造 创富金三角 看我王惠文 掌握财经新闻 看我黄斐鱼 剖析财经趋势 看我林婉婷 教你理财秘迹 每天五小时 创富金三角 帮你开创 理财新视角 TVBS 百经新闻 物丰工业区这一大片面积约20.5公顷的土地 就是遭台糖前董事长无奈人低价贱卖的台糖地 导致台糖损失至少4.1亿 法院调查期间台糖资产管理处前处长还爆料 当初听命吴乃仁替土地开发春龙公司量身打造卖地招标计划时 他曾提醒吴乃仁恐怕立法院会有意见 没想到吴乃仁却仍坚持要卖 那他认为说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他们在立法院里面就是被骂一骂过去就算了 就是这段对话成为法官认定吴乃仁护航业者的重要事证 依照被信罪判吴乃仁三年十个月刑期 负责游说的红旗昌两年八个月 至于春龙负责人则被判四年徒刑 欢迎回来新闻一组 欢迎来庆桑来庆桑来庆会 电价呢说这个涨电价说一次涨足 马总统已经讲了他反正带着钢盔了 就直到民怨已经起来了 可是现在发现王金平院长一言九鼎 再加上我们的肖万长副总统 他这个老兵的真心告白 结果这个事情就翻转了 电价要还涨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整个过程 经济部长施言详一早低调拜会立委 原本他昨天在立法院 铁口说电价就是要一次涨足 没想到同时间总统府五人小组会议 肖副总统跟立法院长王金平 建议电价分段涨 我们也不一定就两次啊 那第一次也不一定要二分之一 然后多少啦 中午肖王建议下午马总统视察 就公开回应电价调涨的民怨 不是因为我们傲慢 我们哪里来傲慢 我非常不够体会民众的心情 马总统说听到民怨 行政院立刻要求经济部重新研议 不排除五月中跟十月一号 也就是夏季电价结束之后 实施第二阶段调涨 李峰用电涨幅渴望缩小 但台电恐怕会短收三百三十亿元 一次大痛变成两次痛 民众反应不一 不过有民众担心 部分的物价已经调涨 电价分段也无法让物价回头 民怨加温 原本坚定让民众一次痛完的马总统 终于不再坚持 好 现在不是长痛不如短痛 或者一次痛完 现在就是慢慢痛的意思 确定还涨了吗 向龙你了解 应该是确定了 就是不是还涨了 五月十五的话大概还是涨 但是大概就分阶段长 那因为我们节目在播出的这个时间 今天晚上的高层会议应该就开完了 那今天晚上应该会有一个 有马云九出面 那邀集行政部 包括经济部长 这些相关部会 相关单位的 包括台电 在内的这样的一个高层会议 那今天大概会定掉 是马总统拍板 今天大概就会定掉 那以目前的 最少到今天下午为止 因为从昨天马云九的那个讲话 就是一个不寻常的讲话 因为王金平跟肖万常 他们主张不要一次涨足电价 他不是第一次讲 因为上个礼拜的 就是说这五人小组会议 他们就已经有提到了 那但是在这昨天马云九的回应的时候 就是已经比较具体的 就是他的思考 可能的调整 所以我们都听到了 就是这个讲话 那已经叫经济部在研究了 那现在大概就是五月 我猜想他可能的方案就是说 把一次调涨 那才成两次 那五月十五号第一阶段的涨 大概会涨一半 那另外一半会等到十月的 就是说夏季的这个 这尖峰用电 夏季电价过了之后 然后再涨第二段 但是另外还有两个部分 可能是现在还不确定的 一个就是说 那个120度以下不调涨的 那个民生用电的 那个120度的门槛 会不会再往上拉 或者说在120度到330度之间 它即使要涨 但是会不会有一些 有一些不同的涨幅 就打折扣之类的 是这个可能还会调整的空间 我们给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涨电的打取机 大家就可以从里面发现 从4月4号开始 财经官员就透露说 我们最快五月中要涨 涨电 然后经济部长实验详就说 每延后一个月 台电就多亏100亿 所以不排除 520之前就涨 台电就说 515电价一次涨足 家庭每个月电费 大概越增百元 营业用电越增近千元 工业用电近涨三成 好到了4月30号的时候 总统府五人小组就会议了 这五人小组叫马英九 萧半长 陈冲 王金平 跟林中森 林中森是国民党的秘书长 好 决定电价要缓和调涨 分断实施 到了5月1号 实验详其实出来讲了说 515电价一定调 打折 微调 不一定涨足 都在思考当中 这里面的变化 听说就是在这个部分 是因为萧副总统 加上黄金平王院长 是不是这样 Coco 应该是吧 他们在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一段时间呢 为了涨价的 包括郑所遂的问题 这个必须澄清的是 不是反对 或者说有意见的人 是反改革 或者是去挺这个大商人 像杨志良新出的书里面 我看到在药 我是不太赞成的 那种说法 因为台湾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 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竞争力的流失 是父辈受敌的 我想萧万长是 听到的 不只是我们的一般物价上涨 小民的哀鸿遍野 而是我们的很多企业界 我们的中小企业界 在大陆投资的 面对大陆的经济转型 很严重 他根本就已经 制造业在大陆 已经没有竞争优势了 这一次 我认为王金平很聪明 王金平背后有非常高的政治操作高手 而王金平掌握先机 王金平前面有投票的时候 他的那一票 再加上马总统的民调低 再加上陆港的选举这么悬殊 所以你只能说 在政治的场域上面 王金平是高手 那么在经济决策的 这个经验的体会上 萧万长先生 他的经验比较丰富 是 那校长怎么看来说 到底为什么这次会有 环长里面的内幕原因 我觉得 我呼一下口口 台湾现在变成 赚的钱都是代工的钱 然后还有 为什么还可以赚钱 是因为油电是全世界非常便宜的 所以你如果一旦把它调起来之后 很多企业就会垮掉 所以0.36 其实很薄的 0.36就这样来的 所以马总统看到说 我们油电比其他世界 给我便宜是一件事情 但是他忘记一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把台湾的产业 拉上来 到最后你一调上来的时候 就是很多产业的分盘 那所以现在为什么要还长 是因为民意反弹了 所以实在是高张到不行了 没有办法处理了 然后再加上一个什么 陆港败选 这总统的讯息透露出来 所以让这次还长 我觉得是那个0.36 如果你这次没有处理好的话 可能你下一季就是minus 他就职那一季就开始minus 就我们这一季的 经济成长 我相信结构性的问题 才让马英九最后 做这样的决定 可是你也会想到 他先前你至少 要做这个决定之前 这些的也应该都考虑过了 对不对 因为当初台电在提 提这波的涨家方案的时候 台电本来就是有好几个副案 我们所看到的 一次涨 涨足 是在他们把各种的情况 跟马英九报告 然后包括经济部长就说 施言祥的坚持 5月15号电价一次涨足 同时民生一层 商业两层 工业三层 这个是假案 这个是在几个副案里面的假案 就是最优先的 那你摆在假案 只要你当过行政官员就知道嘛 假案就是你的 你能负责的单位真正想要的案子 想要的案子 但是因为现在反弹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预期他们会回头去选议案 那议案就是减半涨 分段涨 好 现在因为他一次涨足 所以大家已经有心理上的这个 因为你要涨电价 所以我的物价也就跟着波动了 回不来 那所以好了 现在说我们还涨吧 也许分个几段来涨 就没涨 一次没涨那么多 请问那已经涨的物价回得来吗 回不来也没关系啊 你现在 物价现在不涨 以后也会涨啊 那没关系啊 我是觉得马英九原则还是没变嘛 还是要涨嘛 还是涨 只是分期付款啊 你就用作法改变 分段涨嘛 马英九不一向都是原则对手段有问题啊 手段对 一向都是这样嘛 那这次他原则还是对 钢灰还是带着 只是冲的没有那么快而已啊 有那么严重吗 台湾的物价真的会超出控制吗 会通货膨胀吗 以前是东西太少啊 钱太多啊 现在东西也多钱也多 那你害怕什么 怕什么通货膨胀呢 商家也会欢迎两次涨 因为他们也可以涨两次价 我可以啊 就怕这个 我都认为分三次四次涨都没关系 反正你是涨的原则嘛 你慢慢涨慢慢涨嘛 有的人到法院去缴罚金 一次缴不出来 那检察官就给他讲 那你要分几期啊 你要分几期啊 两期可以不可以 不行 检察官不行 我分五期 好 那就让你分五期 反正罚金还是要缴嘛 一样嘛 那什么了不起就是 但是是不是现在马英九觉得说 原来我是带着钢盔 可以来抵挡所有的这样子的民怨 可是现在发现民怨真的是太高了 所以那个钢盔其实已经变焦盔了呢 那我们待会回来 好热哦 吐不了 吐不了 这样会很苦耶 哦 水温再低一点啦 哈 还是冷泡比较好 光泉独家专利 茶分子冷却技术 让茶更干杯 啦啦啦啦 冷泡更干杯 光泉冷泡茶 中场等会吗 紧紧紧紧紧紧紧 我们要回台湾大吃饮 LG Cinema 3D 智慧型电视 引力无边系列 超博绝美 磅礴上市 有那一双凉鞋可以保护脚趾 穿着舒适又有全方位功能 能陪我上山下海 就是King Playtime is back 你以为这是五劳根的普遍 你错了 《复仇者联盟导演》原创派作 5月4日 鬼屋 518人力银行 找人又快又便宜 企业真材 现在买再送一个月 找人每个月只要一千三 快上网搜寻518 你不断重复擦药 治疗香港脚吗 聊眉书一次疗程 擦一次能形成薄膜 让药效持续作用 杀死梅菌 聊眉书一次疗程 擦一次 有效治疗香港脚 Lady Gaga The Foolness Weibo 天生完美夜超贵 加演一场 5月178日 台北南港展览馆 购票几下宽红数票洗头 买房子上591收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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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股 新房屋 全都有 快上网搜寻591 做咖啡 我讲究豆子 更讲究手法 这是我的新发现 波朗绿挂咖啡 看得到研磨新鲜 闻得出风味独特 让手作的魅感 精致你的咖啡生活 波朗绿挂咖啡 与你联盟认证斗 我爸爸是白马王子 去哪里都开着Outlander 他很聪明哦 会和爸爸一起保护 最爱的家人 我是白马王子啊 那我就是白雪空城了 用最爱 账户最爱 Outlander 幸福亮相 Mitsubishi Motors 安全守护再升级 Outlander 安全领航版 本月限量发售 欢迎回来听一种 回来听商来做会 好 那这个店价要还涨 还涨的话 我们就要关注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店价还涨啦 那这个工业用电 又比较能够减少一些了 所以 是不是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 剩下来的金额 回馈给员工 让员工可以加薪呢 这是我们要来问的 另外一个就是 已经涨了的这种物价 现在已经还涨了 请问你要不要跌回来呢 这也是我们大家关心的 但是呢 先来看一下就是 马总统他要带着钢窥的时候 他跟我们讲了很多的心理建设的话 那我们也怀疑说 这个钢窥 是不是其实只是交窥而已 挡不住什么样子的风浪 马总统我们说好的钢窥呢 他告诉我们说 如果只是一位讨好民众 到时候会骂我骂得更惨 决定涨价以后已经带好钢窥 应付接下来的民怨 现在不痛以后更痛 没有选举压力 可以坦然面对过去不太敢面对的现实 这是台湾脱胎换骨 登大廊的时刻 台湾油价亚洲最低 以往是建立在以贫补负 这违反了公平正义的原则 希望藉由调长建立 节能省探的好习惯 这些校长 那以前这样讲 那现在又不是了 所以这以前讲的话 不能算数的 不是 他意思就是说 叫我们以后更痛 然后继续 就叫我们慢慢痛 痛很长 对 那继续不敢面对的现实 还是 现在还是没办法面对 不要一次转到人 继续 还是继续以贫补负 因为你慢慢这样的话 还是以贫补负 对不对 那节能减碳暂缓 这样 所以这些理论又变得没有办法 其实我要讲一句话 其实分段账 这个我都支持 因为你透过分段 可以让某些产业知道说 它应该要调整 这都是好事情 不只是节能减碳 连产业的竞争力都要改变 但是为什么长期来 我们这个 祖先留下来的话说 均无戏言 还有军令如山 军令如山说 在真正重要的时刻 军令下去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执行 那马英九在他已经连任了 然后他谈出来的这么多事情 已经让台湾人觉得说 这是一个军令的这个地步了 而且已经要做了 那你这时候才转过来 我是劝他真的要做决策的时候 真的要很小心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 现在店家要还长 大家都拍手 这个是很好 正确的决定 但是不是马总统的决定 因为马总统你是因为被 王金平王院长跟肖副总统 在会议里面跟你这样子的一个 说法 那个五人小组里面 所以你才真的觉得说这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不过这个可能有一些背后的误解 虽然说在昨天 在礼拜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面 那肖晚长跟王金平确实做这样的表达 其实上个礼拜他们就已经讲过了 但是其实在上个周末的 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 行政院会是礼拜四开 行政院会之后 其实行政部门就已经在思考 是不是要5月15号一次掌助 他们已经在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马英九在讲了说 已经要经济部去检讨这件事情 他不是直接去回应王金平跟肖晚长 而是早在王金平肖晚长 在礼拜一讲话 因为马英九的讲话是昨天 那感觉上面好像跟肖晚长 跟王金平的讲话 好像是match在一起的 但是不是 其实在上个周末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要经济部去研究 真的要这样子一次涨吗 除了一次涨之外 没有其他的方法吗 但是因为当初 你这个还是他的钢窥到哪去了 这就是我的问题 所以因为显然就是 马英九在这 马英九在这吗 马英九当然 他一定会面对到这样的质疑 因为你如果分两次涨 就会有两次的预期心理 其实今天我们固然没有感觉说 终于松一口气 可是其实10月份的时候 10月份当肌肉丁量要涨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有另外一波的预期心理 他反而把这种的痛苦 就是说把大痛变成是很长时间的 短痛变成长痛 那你马英九其实你终究是要去回应 就是说那你当初告诉我们说 一次痛完之后就好了 结果你现在就是把短痛变长痛 那你的道理是什么呢 对 所以现在我们对他就会讲说 如果你现在不痛以后更痛 那现在你又把它分开来 让我们慢慢痛 那是不是每痛一次就长一次 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啊 很多人喜欢慢慢痛啊 那就让你们慢慢痛啊 不就好了吗 你们要当个温水的青蛙吗 哈 你们喜欢啊 那么大的声音 我要说一下你们一次痛 你们不要啊 大家叫啊 叫 我们要慢慢痛 好 那就给你慢慢痛 我回应名利就给你慢慢痛啊 说得好 那原则是一样的 就是痛 说得好 你们执政不党行吗 就跟董事生讲的 这几个党他们都说 如果他们执政行啊 没有 那董事生不是你呼吁过吗 你说我下次如果2016我当选总统 把它调回来 现在31冠的 把它调回来 店把它调回来 你敢保证吗 没有人敢啊 嗯 所以他现在只是把 本来就是要涨 现在就是一次涨完 还是慢慢涨 现在选择的是慢慢涨 现在只是这样 其实 民进党以后如果有机会执政 要感激马英九 我害呀 钢盔车他带好了 把你这个障碍都排除了 这都排除掉了 排除掉了嘛 因为你总统先前这样子的一个 你看我们觉得他好 好强的信念哦 所以我们大家都还讲说 很少看到 马总统虽然这样子 千万人无网以啊 好像就是一度 一定要达成改革 就绝对要做到 可是现在那时候还觉得 还蛮称赞他的 至少他 摆出来让大家觉得说 哪有人称赞他 有的称赞 有的不称赞 你觉得说至少他非常的坚持 你看他可以让 他可以让台湾的股票 台湾的股市的最低点 出现在他选 选前的半个多月 光这件事情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啊 以前选前半个多月 一定是股市的高点啊 然后他当选的那一个 那一季是我们经济成长最差的一季 然后他我也相信 我相信他就任的时候 是我们有史以来 名要 声望最低 声望最低的总统 怎么解释这些呢 我们到底是觉得这个总统是真的是 涌往直前还是在带着钢盔 还是说这个总统恐怕真的是很难做下去 我觉得他蛮难做下去的 嗯 他的这个决策品质不是诡异 其实是一个隐性的傲慢 那他听到的声音是不是没有办法这个这个监听呢 他是不是只有片面的过程 可是他再改了 改了之后 那我请问你是谁给你错误的决策 经济部长台电相关的政务委员 还有你非常相信的所谓的什么会的主任 没有人要负责吗 没有人要下台吗 这么简单吗 这点有同意 你开了很近玩笑 你把大家搞得身心俱疲 连我都身心俱疲 我觉得什么叫涨价涨得少 我跟你讲 一红涨价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循环的 我真的不客气的说 马总统你5月20号 你还好意思救治 你在这段时间把那些做错误决策的 而且对媒体沟通是乱讲话的人 给我找出来 然后给我们大家一个干干净净 否则我跟你讲 严重一点 你做了一个月就已经跛脚 再严重一点 两年以后 2014你就调五都再调一个了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我看多了这个政治以后 我是很伤心的 看到这个结果 本来大家就预期祷告 王金平啊 陈冲是给你面子 已经让你护到最后的面子 我觉得可可讲的这个就是 如果现在要更改 或者还涨 或者分段来涨 然后让大家能够 那些不敢讲话的家伙到哪儿去了 那好意思领部长薪水 还好意思一天到晚上电视 我看他们上了很多电视啊 燕秋 这样一话在这个节目讲的是什么 空心菜涨价去吃地瓜叶啊 那你为什么不跟总统讲说 馆长什么东西啊 你爱台湾那个 台湾电价太贵 你就不要住台湾啊 那一天 这样像一个堂堂副院长 可以在节目里面这样讲 你不生气吗 这些家伙还好意思继续做官呢 如果那个时候是错的 现在证明说 那个时候那个方案 现在是在民意上 是没办法行得通的 那当初提供这个方案的人 对就我讲过嘛 军令53嘛 假如说这个部队 派这个方向是不对的 才临时要调部队回来 这中间造成的社会伤害 已经很多了嘛 刚刚那个西小姐说身心俱疲啊 所以告性欠 对不对 我看我们 我们口口是身心俱疲 可是可以告马总统 心灵 心灵清开 这个真的是开玩笑 老实讲 我开玩笑 我说你心灵 心灵有没有说人说伤害嘛 新闻媒体给了他们多少机会讲话 对啊对啊 嗯嗯 对不对 你们有讲清楚过吗 你们有胆识吗 你们今天是因为肖万长 他没有下一任副总统的位置了 所以他觉得我我敢讲话 王金平有另外一种考量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懂政治 政治情势的这个判断的人 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状况之下 马总统你只讲一句我听到 他昨天其实是对的记者 是他走到麦克风前面去 你看那个画面 是是 因为他前一阵子都在回避 是他走到麦克风前面 我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 我又看到了十几二十年来 我习惯看到的马英九做错事了 承认了 嗯嗯 新任应该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 所以说蛮有始终如一 新任应该要让人家觉得军令如山 可是他现在已经让人家觉得是 招令有错啊 细改可以 如果他已经变成这样的一个行政团队的话 他将来怎么去推动 他说不下去了 不是 现在如果还涨分段涨 我们民众看物价还是该涨的已经涨了 下一波再涨一次 如果这个的话那就很严重 TVBS民调到二十左右的时候 就应该还涨了啦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提 因为其他人在看你的笑话嘛 国民党里面虎视眈眈的人这么多呀 所以后面如果真的物价稳不下来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对不对 不会我们不下来的啦 哎呦 物价能涨上天吗 涨上不要生活嘛 你涨那么高就一定来 物价一定有的物价的 因为我们今天财长率0.36 物价一定有的物价的 成长率实在太低 因为你成长率 财政大 除非国际油价有太多物价能财政大 不好意思 好 拜拜 拜拜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 无线卫星电视台 现在为您播放的是 TVBS 哈新闻 哈喽晚安 欢迎收看五月一号 我是花花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要去探阿基师的班 现在我在的地方是淡水一间非常知名的饭店 看看现场的环境了没有 灯光美气氛家 但是呢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的这个人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猜到 他是在这个地方里面工作 看到没有 员工专用 观众朋友 你一定要锁定 因为呢 这是第一次喔 他工作的地方曝光 到底去探谁的班 很神秘吧 赶快跟我去瞧一瞧 现在我进来这个地方呢 就是饭店里面的种地 也就是他们的厨房 也就是他们的厨房